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dd all the 美雲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放舟生存 上次有說過的嘛 老頭裝了一些模組之後呢 我們這個地圖裡面 一堆 深情猛獸 全部都開始已經串出來了 其實老頭在探索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些地方有減掉有沒有 其實呢都有看到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礙於不想這麼早曝光給大家看 所以呢老頭都把它剪掉 其實呢外面有非常多奇怪的生物 我舉個例子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嘟嘟鳥 其實呢老頭是有遇到一隻嘟嘟鳥呢 是全身沒有毛沒有肉的 只有骨頭的嘟嘟鳥 然後我覺得他非常的屌 想要把他抓回來 可是呢又想說 我們之後等到我想要讓他曝光的時候 再讓他曝光 還有呢各位有沒有看見 這個周圍呢 有一點不一樣的有沒有 老頭呢把這些恐龍 全部都搬進這個房子裡面了 這個房子實在有夠大的 這個是一鍵蓋架模組 你看 這麼的大 然後這隻被我放到這裡 然後這邊放了一隻牛龍 隨便亂擺一通 主要只是為了拿來放恐龍用的啦 這樣子一來他們相對也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被野生生物攻擊 就暫時這樣子擱置 也看起來比較乾淨啦 比較不會有一些 感覺很凌亂看了心情就不是很好這樣 整理過後之後你看 舒爽多了有沒有 有夠整齊有夠乾淨的 這些大型恐龍就塞不進去就算了 你先放在外面 給他排排站這樣子 之後再看怎麼樣啦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準備要去抓一隻泰克生物 這隻泰克生物呢 叫做泰克甲龍 是只有模組裡面才會出現的 我印象中呢 官方設定只有 泰克霸王龍 風神翼龍 迅猛龍 還有 劍龍 還有誰我忘記了 反正呢 只有一些限定的龍會變成泰克 但是我不記得有泰克甲龍 這個泰克甲龍 應該就是官方 不是官方 模組的作者把它弄出來的 我們待會就準備去抓他 那在抓他之前呢 老頭又發現了一個 還蠻好玩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之前老頭裝了這個小動物模組 這個小動物模組呢 看一下我能不能現在做了 把它做出來好了 他要的材料非常的稀少 在雜像這個地方吧 其實我有點忘記在哪裡了 我找一下 這個是在建築物 然後雷 雜像 也不是 製作工具 在製作工具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東西給做出來 按錯了 這個 在哪裡勒 擺這邊好了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其實還蠻猛的 你要看這邊有皮膚 這邊也有鞍 這邊這個鞍 我不知道是什麼鞍 我就暫時不理他了 沒研究 最主要是這個 這是什麼鞍你們知道嗎 鐮刀龍的鞍 鐮刀龍的鞍 然後你看他的材料裡面 會需要能量元素 這個能量元素 我們上一集還是上上一集呢 擊殺BOSS之後 我們有拿到 我們總共拿到了 588個能量元素 所以說可以不用擔心 做不出來了 這個之後老頭會做出來給各位看 然後還有就是這邊會有 造型skin 你看這個骨頭skin有夠酷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誰 這好像也是鐮刀龍的造型的樣子 需要30個油 然後這個好像是雷龍的樣子 這些皮膚都還蠻帥的 之後老頭會慢慢的把它放進去看一下 還有泰克你看看 這個不是那個嗎 中獅嗎 創世紀2的獅子 我們這邊沒有 所以沒辦法套 這個是炎龍的 炎龍的 這算骨頭還是泰克 看不太出來 這個之後我再慢慢摸 我們先來看一下骨頭的好了 你看像是這個 這個是元素 不是元素 這個是岩石巨人 岩石巨人 這個角質就可以做了 這個是什麼 蛤 蛤蛤蜊 斯鳩獸 我們也有斯鳩獸的吧 我們也有 擊背龍的 這個好像是鐮刀龍 通通拿出來玩一下 他要的材料非常的少 非常之稀少 好 我們這邊岩石巨人 莫菲特 我們把那個造型丟進去看一下 這裡 哇靠 真的變了 哇賽 太帥了吧 為什麼長出惡魔角來了 哇賽 好帥喔 你看脫下來的時候呢 他沒有角欸 這個是額外設計的吧 對阿 你看他的骨頭 喔 嘿嘿嘿嘿 啊 骨王 骨頭之王 蛤 骨頭之王 就還是拿石頭 帥 好啦 我們還有什麼造型 鐮刀龍造型是嗎 哇你看 哈哈哈哈 哇 骷髏鐮刀龍 帥捏 看 幹嘛 在那邊挖 挖纖維是吧 好小 石舊獸的 哈哈哈哈 石舊獸這個 這個是能飛是不是 翅膀好小喔 看起來怪詭異的捏 還不錯啦 不過感整體感覺就是 怪怪的就是了 真的完全變成骨頭之後 那個整個形狀 就差很多啊 還有什麼 這一隻是 啊 極背龍 哇 挺帥的挺帥的 你看那個骨架 骨架長這個樣子 嗯 然後 雙雙爪模式 哈哈哈哈 好 瘦跟皮包骨一樣 不對他本來就沒有肉 OK 看完了 這是我們的 極背龍骨頭 極背龍骨頭皮膚 還蠻帥的 之後再看別的 好不好 我們時間不多了 我們得趕緊 去找我們的 泰克甲龍了 再拖下去 就來不及了 泰克甲龍呢 我看看喔 生物搜尋器 找一下 這邊有一隻一百八十幾的 我想要抓附近了 就好了 二十四幾的行不行 主要想要看一下 他長什麼樣子 哎呦 他完全卡住 這邊看起來非常的安全 有沒有 哇 還蠻帥的 眼睛會發光 來吧寶貝 這邊有一隻一百四十幾了 寶貝 全身烏黑 烏黑透亮 別跑了 小夥子 水啦 這個時候呢 給你果實就可以了 看一下 這傢伙 果實要吃 啊吃 他吃紫色果實 比較好吃吧 五個紫色果實 全部給你了 哎 差不多了吧 還差一 哎呦嚇死了 哈哈哈哈 真高興 馴服你 照慣例 先給你吃傳送 來吧 我們回家了 耐力一定要點 不然這個耐力真的太低了 跑不太動 哇這個泰克回血速度好快喔 這個是 泰克專有的嗎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泰克恐龍 跟一般恐龍差別在哪 看這個回血速度感覺 感覺 好像泰克的恢復能力比較強 感覺的出來 200的跑速 一樣是可以拿來敲那個石頭啦 右鍵是咬 左鍵是攻擊 打掉他 蹦 都是一擊 哎這為什麼沒有 有了有了有了 是我攻擊太高的關係嗎 敲一下就破了 我記得以前 至少要敲個十拉一下才會破啊 已經跟了跟以前不一樣了是不是 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嗎 不行這太慢了 快還要再快 快還要再快 不行了 已經這樣子不能再快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泰克甲龍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以及就是 今天所展示的 一些骷髏恐龍 超帥的有沒有 我們下一集呢 再繼續喔 怎麼已經開打了這個 我們用我們的蛤蜊分殺 去死吧 好 他死了 OK 好 這些就是我們的 骷髏恐龍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一集呢 有機會 再多看一些其他的東西 好不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喜歡下方的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 經話再見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